罷韓倒數全台反詐騙 罷韓倒數全台反詐騙 韓市長在當選的高雄市長沒有幾個月 就要宣布去參選總統 以及在市政上面的荒廢 造成高雄人極度的不滿 所以呢我們會在12月21號 會舉辦WeCare大遊行 希望能夠Re-seat台灣 Web up台灣 去年的遊行就是在無話中心這邊集結 然後呢我們就在這邊從武福路出發到柏爾後面的這個大草皮嘛 那個鐵道文化園區 那但是要知道文化中心到柏爾這些場地都是市政府所有 我們去年的遊行也非常的歡樂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想今年重複的進行這樣一個動作 可是呢它不給我們集會的場地 只合給我們露泉 而且這露泉也是一波三折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文化中心跟柏爾這場地是不可能借給我們 所以我們 說我們是政治活動啊 理由 它的理由是什麼 理由就是說我們是政治活動 所以不讓我們申請 我們還是要跟韓市長呼籲 因為集會遊行 都是這個人民的權利 這些場地都在你市政府手上 借不借就是你一句話而已啦 講實在話 其實是政治活動 關鍵 授得獲來 其實我們是一般公平的 這一り 的